火車 你好 我是千恩佛 我是粗牛的特攪人 我們在2015 6月的時候 創粗牛重販炭光牛排館 我們在學徒的時候 一直以來都是以炭火料理手法為主 因為牛肉要好吃的話 要用最原始的方式呈現給消費者 我們的初衷就是讓客人吃好吃飽 然後鄰家廚房的感覺 還有CP值一定要高 就像我們的湯品 我們的湯品的話就是用牛肉塊 它的成本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高 可是我想要讓客人就是吃好又吃飽 開開心心的離開我們的店家 初衷的話以開放式為主 其實我們去外面吃飯沒有看到廚房 在食安的部分會比較擔心一點 所以我們自己出來創業開圖的時候 會堅持要去做半開放式的廚房 最想推薦就是後切牛排 還有我們的美國橫隔膜 還有胸部肉 美國雪花牛的部位 那後切牛排我們是選用於美國的 Choice板件的部位 我們選擇美牛是因為 美國飼養牛的話是用玉米飼養 它的油花分布也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吃起來口感會比較嫩一點 甜度一定是比較高一點 初衷比較特別就是修筋膜 我們修的耗損會比較高一點 筋膜多的話會想它的口感 就像板件的話它上下的筋膜 沒有修輕的話 會非常非常強到客人使用 跟飲用上面的口感的部分 那我們店裡主要的料理方式是用 碳火 主要是它的溫度夠高 可以瞬間鎖住肉的肉汁 用簡單的料理的手法 讓肉的品質甚至肉的口感 還有肉的鮮甜度達到最高的部分 你的市場 具體值得到達了